174 山頭都市報 高速勞障礙物引發車毀一男子因此身亡 上航法院判高速勞管理方擔集百分之三十 2015年7月27日韓三角零五本報信據《海峽道報》報導 高速障礙物沒有及時清除 導致引發車禍 此責任應由誰來承擔 入前 龍岩市上行員法院對一起發生在高速公路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九份案作出一審判決 被告高速公路管理方某高速公路公司承擔百分之三十責任 賠償員告死亡賠償金 喪葬費 精神損害撫慰金等損失二十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元 本案受害者藍某在一家婚紗攝影機構 當化妝師 去年10月2日 外景婚紗化妝攝影結束 藍某乘坐周某的小型普通黑車 原長心高速B線返會上行 當行至長心高速B線三千二百零五公里時 周某發現前方有一物體 但認為沒有安全隱患 並沒有減速 可能近時才發現 是立體障礙物 為躲避障礙 車輛失控碰撞油質金屬烏欄後 仰翻在快車道上 造成藍某死亡 經龍岩高速公路交警支隊現場堪查 該障礙物為他人遺殺的長一百五十五厘米 寬八十厘米的簡易藏鋪扣背 藍某的父母認為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作為兆事勞斷經營管理者 對高速公路上出現的障礙物未及時清理 未盡管理義務 對事故的發生應承擔過錯責任 誰將兆事勞斷的高速公路公司告上法院 法院經審理認為 事發勞斷是高速 收費公路 州某駕駛汽車案規定交納了相應的車輛通行費 與被告高速公路公司形成了民事合同關係 作為提供高速公路通行的服務方 同時為該高速路段的管理部門 應對高速公路進行經常性及時性 周期性或預防性的養護、維修或清掃 保證公路經常處於良好的技術狀態 分析